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继续供应武器给湖克兰 早前炒火热的就是供应坦克问题 德国说供应炮二型坦克 美国说供应更加先进的M1坦克 不过供应就需要时间,因为需要训练人才去控制坦克 以及要维修,可能也要派很多人过去 起码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都不顶才有坦克用 但意向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極希望俄乌战事可以继续 当然也提过很多次了 美国究竟哪些利益集团可以在俄乌战事中得益 主要就是军火箱和液化天然气的卖方 所以如果一说到利益 美国就想战事继续 但是是不是继续就可以了? 你给武器湖克兰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给武器湖克兰 但是随时俄罗斯 依然可以攻陷湖克兰的反抗 很容易 甚至没收你的武器也不顶 这也是他的户类的地方 近日经过坦克事件之后 俄罗斯曾经有一天 发动大量的导弹去攻击乌克兰 甚至说有55个导弹 一天之内射到乌克兰的主要工用设施 一些基建 令乌克兰现在很多地方停电 很多基建受损 另一件事最近也传了出来 扎连斯基非常不满意乌克兰的军人 他说他抱怨 乌克兰人丧失斗子 面对俄罗斯军队接二连三的凶杂 在乌克兰的前线 已经受损严重 兵源面临崩溃的边缘 最近扎连斯基抱怨 你这些前线的军人都没有斗志 所以就疯狂地征兵 征兵新一轮那里 说得不好听 那些亚珠亚狗都要去当兵 包括竟然有双目失明的双残人士 收到信要去当兵 唯一是没有双手 两只手都没有了 双残人士又收到信 要去前线当兵 甚至有些人夸张到 急证室医生 正在看证 突然间都收到国家封信 要去前线当兵 那就是说 人都会收到信 那就是 现在乌克兰的军队 缺乏的严重程度 已经到一个 扎连斯基非常担心的阶段 他抱怨说 看到一些城市的乌克兰人正在休息 扎连斯基希望通过这些媒体 在城市中 所以这次征兵 除了我刚才所说 譬如这个是盲人 收到信 老人家也收到信 你看这位老人家 年纪都不兴 胡宿都白买了 所以现在似乎乌克兰的士兵是缺乏的 那靠僱傭兵可以吗? 如果你僱傭兵 受少少训练 就推上前线 也不是容易的 好了 有一个乌克兰的军人 就说 他说 现在提振 士气都没用了 乌克兰的兵 可以打20分钟 就跑去投降 好了 有一个乌克兰的士兵 就说 他叫科瓦联科 他说去年夏天收到精兵的通知 他和这个新兵 就在乌克兰的军营当中 199军营训练中心 停留了 训练了大约一个星期 接着就被送到英国 接受不到一个月的军事训练 接着就匆匆被派上前线 安排紧急 回到乌克兰去执行任务 这个是去年夏天的事 好了 他们在前线的阵地 守着防线 想着 开始作战 谁知道 俄罗斯军队一进攻 只是大概20分钟左右 他前线的那群兵 就立刻投降了 即是代表乌克兰的军队 基本上很怕死 士气低落 以及一不够打 立刻就气骸投降 就不会还强抗战 这就是现在乌克兰的前线 持兵的状况 所以即使西方国家 不断供应军事装备 企图希望帮助乌克兰去反击俄罗斯 但是似乎前线的人员 基本上都喪失了斗志 我们也听到不少 军火去到乌克兰之后 马上被某些重要的人物 拿去黑市 卖钱 卖给其他国家 变相就是中宝斯郎 这些战争乱象 即是有权势的人 借机赚钱 我们也看到不少 但另一方面 薩莲斯基 你现在这样埋怨 士兵也不是办法 那你自己呢 可以说得上梁不正下梁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早在去年 他已经跟太太很高调地出现了 他太太更厉害 去年是7月的时候 跟时尚杂志去拍封面 这位第一女士 就是扎莲斯基·卡瓦 一直都在外国 除了拍封面之外 还被人拍到他 就是去血拼 去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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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作为第一夫人 你老公现在在乌克兰 领导的国家 就去打仗 你自己就在外国 逍遥遥去购物 去购物 去购物 这个不是上梁不正下梁 下梁歪是什么呢 另外早前 乌克兰有议员 被拍到在泰国度假的视频 这也显示出 很多在乌克兰有权的人 基本上他的生活都很正常 可以继续度假生活 甚至乎 他也是被拍到在海外度假的时候 就是早上5点多去一个私人海滩 进行日光浴 很不幸地他也被拍到正面 这位前总理 也懒你国家在打仗 他就在某一个私人海滩度假 享受日光浴 你看到一群 乌克兰有权有势的人 包括前总理 包括扎连司机的老婆 都很逍遥地享受生活 那你叫乌克兰的士兵 怎样跟你拼命呢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究竟乌克兰的俄乌战士 你会不会突然间 有一天 就是投降 就是乌克兰投降 或者愿意和谈 而结束 我们尽管看看 好了 最后就讲一讲 今天最后一个题目 就是讲 就是 我们的流浪气球 被美国击落 这是近日的热话 刚才李同也说了 美国要用F22的战斗机 飞上去 然后射过导弹 然后击中这个目标 就等于用核弹去杀一只蚂蚁 差不多的比喻 就是杀鸥用牛刀 一个小小的偵察气象 因为他没有动力 而随着风飘到加拿大和美国境内 竟然被美国大做文章 所以中国外交部就发了声明 现在美国这样 就是没有征求中国的同意 而将这个环保 拿环保资料的气球 所谓的中国飞艇 而击落 中国外交部是保留 权利 将来作一些类似的相应应对 这句子可圈可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你现在击落我的环保气球 将来如果美国有偵察机 或者有些有动力的气球 一些间谍性质的气球 进入了中国的话 中国都不用征求你美国同意 中国可以派军机去击落你 其实是有这个前科的 我举了两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1974年 美国曾经派遣 搭载航空上机的高空偵察气球 进入中国渤海上空 试图拍下中国沿海的军事报防情况 收集中国的关键军事情报 中国当时也很清楚 这些间谍气球是由美国所派遣 当时由于气球的飞行高度比较高 所以中国就没有贸然出击 直到等一路等一路观察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那个气球 进入了中国境内几天之后 气球因为气象变化而降低高度 于是中国就马上派起了两架 纤绿战斗机 纤绿战斗机 就是纤绿战斗机 就是出发 加速爬升 然后将当时这个高空偵察 间谍气球 是击弱 激毁 激毁 那是1974年的事 是我们当时已经有了能力 把用力派遣写陈绿战斗机去做这个事 第二件事是2019年 依然隔了多久 近时 中国又发现了一个偵察气球 入侵我们的云南空域 这个气球就升到很高的高度 当时我们的战斗机是没办法去射它 但是我们都派遣了 殲10的战斗机 当时的飞行员叫做武徽 武徽就临危寿命 驾驶殲10战斗机 就负责摧毁气球 当时气球的高度太高 但是战斗机殲10就没办法升到2万米高 加上当地有不少云层遮盖 非常多难度 所以很多人当时都认为 武徽未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武徽就观察了一轮后 就决定尝试冒险 就决定尝试冒险 就是用一个颇为冒险的方法 通过小角度的苦冲 接近气球下方的空域 然后顶着巨大的压力 拉起急速跃升 然后用机载的雷达 锁定目标 然后迅速发射导弹 最终成功将气球摧毁 这是2019年9月的事件 即是说1974年和2019年 已经两度将美国用来偵察的间谍气球摧毁 这两个气球和今次中方的飞艇不同 今次中国的飞艇是没有动力的 我们在1974年和2019年摧毁 美国的间谍偵察的气球 它是有动力的 还有有相机等等的设施 所以它是绝对有能力去控制它的航道 所以当时这两架气球闯入中国的领空 绝对是有计谋和计划地闯入的 因为它们是有动力的 但是中国当时已经很果断地将它击毁 而今次美国率先攻击我们的 没有动力的中国飞艇 迷失迷了图的中国飞艇 现在外交部发言也说明了 我们绝对有权力作出相应应对 即将来 高空的2万米、3万米的偵察气球 我不害怕你 其实低空也不害怕 低空原来我们中国已经有一个技术 就是用激光去击落 这就是类似的激光装置 我们在对付低空飞行的一些 比如说气球或者航拍机 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利用激光去摧毁 举个例子 早前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当中 有一个气球意外失控 飘到空中阅兵的预定航道上 如果真的的话 如果有军机经过就会很危险 随时把气球吸进去 就造成意外 所以当时我们马上用激光防空系统 通过光电和雷达系统锁定目标 利用激光的热量将气球摧毁 这个就是激光装置 另外一次的例子就是 在G20封会期间 中国曾经动用激光武器保卫会场 防止无人机、气球等等的低空低速 低雷达反射面的潜在威胁入侵会场 保障了参与G20会议的人的安全 沙特阿拉伯就对激光武器非常推崇 已经和中国买了不少激光防空系统 这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其实中国的激光武器可以对付低空的气球 中国的战机可以对付2、3万米高空的气球 如果将来 假设美国有类似的间谍气球入侵中国 他们都要很小心 因为你有了这次的例子 中国是可以无需警告摧毁你了 大家好 小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货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又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